台南市永康区公所 携手台南市大东桥商圈观光发展协会 欢庆台南市立图书馆105岁生日 预今28日举办不可能的任务 2024有何不可也参趴第一集 活动以book作为号召 集结open将公布门商圈 青龙的力量完成一场不可能的任务 市长黄伟哲与大小朋友一同参与活动 大家又回忆日期让活动并且热闹 还能是永康区长黎伟表示 我们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现在在这里所在地就是 英雄冬家里 我们这里是四种图的旁边 在我江秋冰周围的 也是我们冬家里的里长叫做欧巴 今天很欢迎来这里参加到 我们大冬家的商团 还有我们的图书馆和公众 来联合办理的 我们这个不可能的任务 来到我们这个现场 今天有很多四级 四位四级 都来到我们的现场 很欢迎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可以共同来参加到我们这边的活动 这边的活动对今天和名字都中有 所以在这里欢迎我们所有观众朋友 可以共同来参加到我们这边 我们这边不可能任务整个规划的 这个活动 感谢大家谢谢 今天在会场是集中 山上区青农也都来摆摊展示自己成果 也访问三家青农 大家好我们是台南山上张家果园 我们主要的作物是巴勒跟酪梨 然后因为今天是这个活动 我们就是把今天采收的巴勒都加工制作 成冰沙再送客人 然后明天第二天的活动 我们才会有巴勒的鲜果在贩售 欢迎大家如果对喜爱巴勒的朋友 可以直接跟我们订购 我们也有宅配 我们是 我们是在台南市山上区御峰里 21-7号 我的电话是 我的电话是0926-168-116 欢迎大家 可以直接跟我们订购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山上青农 余嘉祥 种木瓜 台荣二号 自己种 安有办活动做出来卖 在家里住山上匣 山上乡山上匣 山上匣 146号 自21 电话0937-364-838 有需要的可以跟我购买 好谢谢大家 你好 我是虚园博作者 我是在里面的经历 给做郭亚玉 今天来参加这些东西 很高兴 我们的博作者都是在吃三白鱼的 主要的商品就是三白鱼酥 三白鱼酥 还有三白鱼丸 三白鱼丸 这都是我们穿来做的 都不是外面台港的 今天来提供的是我们三白鱼丸 三白鱼丸 三白鱼丸 它有五十八的三白鱼丸 五十八的鱼丸丸 我们降低 油脂肝降低 胆固醇 让我们的消费代表 吃得更健康更安心 以上 谢谢 不好意思 如果我们对我们的生命有兴趣 可以靠电来 我们的电话是 零六七八六零零零九一 咱们小姐 都会赢 谢谢你 永康区长李黄兴说 本次活动期间 9月28至29日下午20至晚上8时 欢迎大家携家带卷 乘着秋日凉风 漫步图书馆周边 逛市集 看表演 带毛小孩参加活动 然后悠闲地躺在野餐殿 与亲友愉快地度过周末 区公所特别营造轻松休闲的气氛 期望大家从忙碌的生活中解放 保持轻松愉快的心情一起同乐 李黄兴补充 未来区公所将持续辅导商圈成长 深化男士图合作 提供更完善公共服务 提升市民生活品质 此外 区公所特别重视亲子游戏的需求 与小桥公园集公 而4到5公园新设特色游具 将预进期完工启用 西万里至红池公园 也规划新建特色游戏场 请大小朋友拭目以待 以上是大北门新闻网报道